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要自学网 上一节课跟大家讲了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图片啊 它质量不高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用它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本来是打算这节课呢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关于它的一个PPT自带的处理 和无缝挖声这两个功能的 但是我想了一下 因为现在还没有跟大家去说图片的基本操作 所以现在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 也成天受不了 然后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就打算下节 就等我们把图片的基础课程学了之后 然后再带大家去进行这些操作 好那现在就直接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免费可商用的图库有哪些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汇总了一下 就是如果是要给大家汇总的话 这边呢有两个网站 一个是网站一个是搜索引擎 一个网站呢 这个网站呢是优势网啊 它这边给你提供了很多的高清图片的图库 有付费的也有免费的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据说是全球所有免费的图片 然后它这里面它都包含了 然后你直接在这里面搜索就都会有 然后我以为我之前反正我用了一下 我感觉好像是那么回事 然后推荐给大家一个是这个 这个呢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搜索引擎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图片质量 的确还可以啊 的确还可以 然后呢大家觉得合适的话就自己下载下来 然后你觉得可以在这下面看到这些图片的来源 是什么地方 然后这是一个搜索引擎哈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个网站 这是优势网 它又有个名字叫设计师什么网址 你他就叫设计师网址导航你自己去搜索一下 然后这边呢他就有一个推荐高清图库给大家 然后高清图库里面这里面呢他推荐的比较好的 然后我觉得这些都还可以 然后前面都几个都是付费的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免费的话 这边有推荐了这几个 一个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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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 这三个我看了啊 你都还可以 这三个质量都还不错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他们这个质量啊 一个是这个 呃 对吧 不知道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呃 大家看一下这个质量 的确都还是不错 都还不错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这个 是pxpx 我也不知道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也还好 也还好 但是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等我跟大家讲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了 这个 就是 这个意思叫美丽的 就是好 也可以是 好看的免费图库 然后这里面 他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关键词 什么 商务啊 什么自然啊 人啊 女孩啊 女人啊 什么 还是吃的什么东西 都给你推荐 推荐好了 什么computer 电脑 对不对 然后这边全部都给你 推荐了 然后给你一些关键词 都还可以 然后呢 我看了这几个质量 都非常好 就这个 这个图库呢 我觉得他的 个人倾向就比较小清新 哎呦 这个图片还可以 我给他采集一下 稍等一下 我给他采集到 我的灵感里面 好 采集到花瓣 要做 要养成这个习惯 知道吧 随手采集 随手采集 自己那些图片 好 然后呢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他们的区别啊 呃 就是 刚刚给大家看的那几个 一个是国内的 五版权可商用 就是可以商用的 那 那个图片 呃 这两个 这两个还没有给大家看 刚刚给大家看的是 两个国外的 三个国外的 一个是Peace 一个是PX 一个是StockSleep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 就是刚刚这个 这个PXP呢 它是可以支持 我们中文搜索的 别看它是国外的 网站 它支持中文搜索 然后呢 它 但是它这里面就是 它图片非常多 就以至于 它这里面的图片 比较杂 然后呢 可以说 嗯 量大 但是 好的质量 不是说它没有 但是可能会要 需要花费 大家一点时间去找 然后这个 PX啊 它这个 这个网站的话 就是它的量少 它每天定时 就更新 几张 但是呢 它的质量非常高 然后呢 它只只能用英文啊 用英文搜索 但它这边给你提供的是 关键词的联想法 就是你比如说 你搜个人 或者搜 搜个星空 它那边会 搜个sky 搜个星星 然后它那边会出现 一系列的什么 什么一些 一些英文单词 给你就大概的意思 就什么什么 宇宙啊 什么东西的 之类的 然后呢 最后一个 这个 这个 就刚刚我们看的 这个图库呢 它比较了小星星 里面的图片 比较小星星 然后呢 也有关键词联想这个功能 然后就是 比较方便大家去用吧 然后国内的话 给大家推荐呢 就是这两个 我们这个 在这个 在这 我这边 这个还没有打开 我去打开一下 我好像没有打开 我们在这边 就用这个打开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涉图网 涉图网是里面的 就是 是国内的图片 你要说它免费 它也不算是全部免费 它每天就是 你好像只可以免费 如果你登录的话 就是每天只能下一张 知道吧 然后如果你想要多下的话 你最好去弄个会员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叫别样网 别样网 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之前 我刚刚不是打开了吗 没有 那我们现在再打开一遍 就是C 然后再 我就用这个打开 就是V 别样网啊 别样网 我觉得它 这里面的图片呢 相对来说 可能就没有国外那些网站好 但是 基本上也可以满足我们 做的一些 如果不是要求很高的话 还是可以的 就里面 这些图片呢 也是鱼龙混杂的 有好的 也有 就是稍微差一点的 你们要看自己去赛选 哎 这个也还可以 我把它采集一下 右键 采集 这么多灯 我觉得还可以哈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还有 还有两个一个 这个刚刚说了 我为什么要把它再搞定 还有一个是全景网 全景网呢 它就是 就是你 它这边的话 它有一个支持 你下载小 如果你下的图片 是比较小的话 它是免费的 就是全景网 全景网 不是这个 全景网 全景网是哪个 是这个啊 是我们国内的 一个网站 然后这里面 也也有很多图片 但是 正量不是 感觉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啊 建议大家 还是用那个 国外的网站 国外网站 别样网还可以啊 相比来说 要好很多 然后还有 就是有人说 他去下载 PNG的图片 怎么办呢 那我给大家 推荐两个 一个是千库网 一个是密言树 千库网呢 它也不是免费的 千库网 它就是你登录之后呢 你每天可以 下载三个素材 就里面所有的东西 都是PNG的格式 之前我 反正以后 我们会 可能会用到它 比如说 下载一些光啊 光效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这边就 就有很多光效 你看 都PNG的格式的 然后就拿来 直接用的 我们会要用到它的哈 还有个是密元素 面素呢 这里面也有 也有很多 就是PNG格式的 你看这个 什么屏啊 或者这些 漂落的叶子啊 对不对 都是一样的哈 那我们在这边来 回过来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免费可商用的图片 一共有哪一些 然后给大家汇总了一下 在什么地方搜索比较方便 然后呢 还有个呢 就是给大家 就是说一下 就是官网了 很多时候 我们要做一些产品的时候呢 你要为什么 什么公司 什么鞋 现在的公司鞋啊 里面都有官网 官网基本上 他们放的 都是他们设计师 专门为他们设计的图片 就是质量就非常高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 他们的官网 去给他们做PPT 然后比如说 你说像华为 像现在这种啊 这种平台 他们这些图片 它都是开放性的了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就是 华为这个居然 居然没有 那怎么办 那如果他这边 没有右键可以另存为的话 你能用什么办法呢 你可以在这边 有个审查元素 有的时候感觉不行 有的时候又可以 具体得看情况 而且我刚刚试了 这里面啊 它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在这里面 你找到了 IMG这个图片 对吧 它就会显示 那么一两张 它都做了 现在都做了加密的效果 然后但是它这里面 有的又是可以的 有的又是可以 你看这边 你看这个图片 对吧 你就可以图片另存为 它有的是又不行 所以你不知道 这个怎么办 然后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又不行了 然后你又只能 在审查元素这里面 然后在这边 在这边呢 去找到IMG的那个 然后呢 像李玲啊 李玲的话 我刚刚看了一下 他们的图片 是完全开放的 还有像什么锤子啊 他们的图片也是啊 你可以右键直接图片另存为 然后还像坚果啊 还有那个小米 我看了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直接右键另存为 把它图片保存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小米好像也是可以的 除了苹果 还有那个 阿迪达斯 阿迪达斯好像也是右键 可以直接把它另存为图片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说的一些 对图片的一些比较 比较实用 也是比较基本的 我们如果去找到好的图片 然后通过这几个的学习 我相信大家 应该是已经具备了 这些能力了啊 我给大家 再总结一下 一个呢 叫大家好好说话 说的尽量 你搜索图片的时候 说具体一点 多说一点 用联想法 如果要说 要大气图片 我们就会联想 大气层 星空 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联想到很多 有远即近的去联想 然后说点别的 就是有些敏感的东西 我们去要说点别的 如果是 比如说孙招 我们像灶杯啊 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去用一些水果啊 形状来代替它 对不对 尺寸呢 我们可以也是用一些什么香蕉啊 那个黄瓜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图片筛选 筛选这块呢 就是你如何自定义的去筛选 去筛选你想要的尺寸 去筛选 你必须用你自己的那个图片 然后呢 去要一个大的尺寸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个免费可商用的图库 免费可商用图库 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几个 两个 一个网站 一个是网址 对不对 然后呢 一个是搜索引擎 然后呢 还给大家推荐了国内国外的 分别的给大家推荐了 还有PNG格式的下载的素材的网址 然后最后呢 跟大家说的一个 最后一招就是 如果实在不行 那去他们官网 他们官网的图片一定是最高清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说的内容 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图片正式的学习了 我们图片这个误区啊 什么的东西都讲好了之后呢 就进入我们的基本操作了 那这个是我们明天 明天讲的内容 然后明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能用图片和文字 这两样做出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给你们打一波记起 我们再学好吧 好 那这些课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下节课再见了 拜拜